好话说昨天这个下了娱乐新天地的直播之后呢 我去干了一件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的事 没错 在上海参加活动的人气组和XOM去送了一趟外卖 对送上海小吃给他们 对 我觉得很多韩粉此处要省略尖叫声30秒 是的 昨天晚上呢 他们是接受了我们娱乐新天地的一个独家专访 其实在看到这几个大男孩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很多的这个特点 很萌 很努力 很认真 很谦虚 很年轻 很可爱 很好看 你很会说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谁最好看 好难哦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是吗 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像他们的粉丝应该都很难回答 要喜欢就全部喜欢吧 就像他们对于上海美食一样 据说他们来到上海以后 有很多美食都尝遍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出道仅仅一年多 XOM的人气已经势不可挡 这次来到上海团员们一刻都没闲着 拍摄大片 参加活动 接受专访 满满的行程 让六位成员都没时间好好享受下上海的美食 今天我知道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已经接近八点钟的时候了 饿不饿 饿不饿 今天为了欢迎你们来上海 我们特别来带来了我们的上海的特色小吃 看到眼前的美食 XOM一个个两眼放光 小羊生煎 生煎 生煎包大闸蟹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上海美食 不过对于黄尼罗大家似乎都前所未见 这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叫什么 蒙一个 蒙一个来 我哥蒙一个 田螺 田螺 给你三次机会 这个对蒙对了就可以吃 蒙不对就不能吃 他突然给我压力 田螺 海螺 他说海螺 海螺也没有 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在上海 黄什么螺 黄尼罗 哦对 厉害 蒙是蒙对了 可这是要从哪里下口呢 就直接往口里放就行 对对 是的 好吃吗 他想吐出来 要吐壳 要吐壳的 对 第一次吃黄尼罗 对他的咸度 毫无预知的团员们 有点傻了 有黄尼罗开胃 XOM的团员们 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面对镜头 各种大块朵衣 不过就在大家吃的 不亦乐乎的时候 有一位却始终没有动快 我一般晚上 如果过了六点的话 我不会去吃东西 真的满 你们可以证明吗 不可能 不可能 还有一会儿就会吃的 你看吧 一会儿可能节目完了之后 他就外边都带着 吃完了生煎包 稍微垫一下肚子之后 我们还特别给你们 带两只大炸蟹 来 之前有谁吃过大炸蟹的 来举个手 我给你 我啊 我啊 我 超 看完了XOM开饭片 粉丝们是不是也食指大动了呢 而更多精彩的内容 娱乐情片地也将陆续送上哦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像 你要喜欢的就是那种 你是美女 娱乐情片地XOM很萌很帅 胃口也不小 上海独家采访报道